我只要遇到特斯拉的車主 他們每次在形容他們自己 買車交車之後 都是喜滋滋的 包括現場這一位 已經幾個月了 過去了 每次來都還可以告訴我說 我又開發新功能了 驕傲的 老爹 沒有 其實我滿生氣的 因為他一直更新 很討厭 你在說 怎樣 枯燥頻繁 起乏味是不是 對 你知道 他這次的更新 又覺得說你就翻白眼 為什麼他又增加那麼多的功能 就看起來讓我覺得很討厭 這個車為什麼這樣 一直在更新 所以為什麼老爹的Model 3 一直來到地球黃金線 外觀上當然沒有什麼改變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進到車內來看 我帶你去看 超屌 又多了很多新功能是不是 好多 來 我一個一個給你介紹 這次更新我才發現說 Oh my God 怎麼會出現 這個功能在一般這種四輪驅動 你可能歐洲車 你可能要花好幾百萬 才能夠有的功能 對 來 注意看一下 駕駛對不對 注意看 駕駛 駕駛功能 好 按進去之後 這不是有 對不起 這不是有賽道模式嗎 對 注意看 我現在去P檔 按賽道模式 好 現在進入賽道模式之後 你看 G值感應出 這是這次更新的 本來沒有這塊 本來沒有 這第一個 就是它要讓你跑賽道用的 比如說你加速減速 在左轉右轉的時候 它的 G值晃動的程度 還有這個就是告訴你現在 它會隨時去偵測你的馬達 前後馬達 電瓶 整個電瓶 四個輪值的狀況 好 駕駛道模式 好 來 看到這個 注意看這個 設定終點 其實這是幹嘛用的呢 可以讓你計單圈 比如說我現在停在起跑點 我設定說好 這個就是我的終點了 這麼有駕馭樂趣 這麼競技 對 好 我再告訴你 我剛剛講的是什麼 注意看 拆到模式 對 這邊有個什麼 自訂 自訂 點進去嗎 點進去 注意看 我已經設了一個 你看 比如說 我一直在看 你幫你設我 利寶1 利寶1就是我現在利寶的1號設定 我設定什麼 注意看 前輪 後輪 你上一片30 70 對 我可以100%後輪輸出 我可以100%前輪輸出 手動調 就跟打電動 你有沒有玩過PS4 就類似那種感覺 Model 3現在這樣子設定 真的會讓很多車上很緊張 對 全世界沒有一台車 是買的 買四輪傳動的車 買的時候沒有可以調整 沒有可以這個前後比例調整 但是你買到一半 竟然可以變突然 就是軟體更新給你 告訴你 對 來喔 解鎖新功能 開玩笑 這個你知道它OTL多強 可以看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循跡防滑穩定性 這也能改 開玩笑 上次我記得上一次試車遇到可以改的 就是說循跡防滑介入的模式 有10段以上可以調的 大概就是AMG的GTR 這邊不是有顆鈕嗎 綠色的對不對 不好意思 我更新之後 來 注意看 這個是最穩定 這個是循跡防滑OFF 它是OFF時段 到中間是最平衡 還可以介入10段 所以TOTO有正時跟復時 大概有20段讓你調 有沒有看到 太扯了 你這個功能 難怪它賣這麼好 因為它OTA一直在增加功能 這個只是其中一個 需要包含像語音控制 導航 藍牙 手機跟它的連結等等 然後包含你看 它還可以儲存單圈的行車記錄器畫面 你這個通常你要去買個GoPro 你才有這個 但你這樣一講 我覺得特斯拉Model 3的 這個想要買的消費者要更多了 我覺得很有機會破2000台單月 這個銷量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你知道 就是說對我的思維是 你看我買了特斯拉之後 我買到現在 我除了充電有花到錢 基本上完全都沒有 而且你這些還不用改裝的錢 對 所以我想說 那特斯拉它到底要賺什麼呢 它一直幫我更新 一直給我增加新功能 這些功能 從我去年8月交車到現在 幾乎每個月都有更新1到2次 然後每次的功能 當然也有些debug 沒有錯 但是你看這些 如果說你一般應用在油車上 你要花多少錢去改裝才有 搞不好連花錢都改不到 但是它透過軟體更新就給你了 你是不是覺得真的很扯 你這樣一講 我覺得這超級競爭者 它衝擊到的實在太多了 是不是很扯 你看這些功能 好不好 所以你看 難怪老爹又帶來他的Model 3 這車有多討厭 我們又可以再講一次它 原因就是因為它又更強了 對不對 強到有點討厭你知道嗎 討厭... 我現在看到你的表情 我也覺得討厭 是不是 炫耀成這樣